警民生坐下 一輛輛黑色香行車 離開墨西哥 駐厄瓜多大使館 警方還試圖阻攔 使館人員 雙方一度發生肢體衝突 這事發生在當地五號晚間 大批厄瓜多警察 強行闖入墨西哥大使館 逮捕在使館內尋求庇護的 厄瓜多前副總統 葛拉斯 因為大使館 形同海外駐地擁有國家主權 所以厄瓜多警察的動作 瞬間激怒墨西哥政府 根據外媒報導 厄瓜多前副總統 葛拉斯因為涉嫌貪污兩度被判刑 卻在去年十二月躲進墨西哥大使館 最近還得到政治庇護 沒想到厄瓜多以庇護違法為由 強行闖入使館歹人 不只墨西哥總統 痛批厄瓜多公然侵犯主權 厄瓜多駐墨西哥大使館外 也出現大批抗議人潮 穆爾斷交也讓美國相當擔心 不只墨西哥大怒中南美洲各國 紛紛譴責厄瓜多 尼加拉瓜甚至跟進也宣布 和厄瓜多斷交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